我们家的小助理戴帽子也是很OK的 又被整了 大家记得要去逛ggsquare.com 还有我们很多很棒的商品 记得要支持我一下喔 Hello大家好我是俊宇老师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俊宇老师来介绍我所有的帽子的collection 不同的牌子或者是有贵的有便宜的 那我今天呢就来一次介绍给大家 怎么样子找到适合你的尺寸 或者是怎么样子找到适合你的帽子 首先我就介绍我最多最多最多类型的帽子 叫做宽颜帽 它其实跟绅士帽有一点像 因为它的帽颜是比较平的 帽圆更大的呢 这种就很像有那种度假的感觉 这种就是比较硬一点的 上面它都会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上面会有凹洞 或者是它会做这种漩涡的形状 这一款帽子呢是rag and bone 的 我在Outlet 买的定价是255美金 但是我记得我买好像买一百多块 还是八十几块而已 我带的是M号的 我的头型呢是带大概58左右 再来是M号到L号都有可能 虽然我的头不大 但是因为我前面跟后面蛮很凸的 所以就会必须要买比较大一点的帽子 这个帽子呢是Mason Michael帽子界的爱马仕 定价都是蛮高 但是它的帽子呢都设计的蛮有趣的 像那个Foreal也很爱戴他们家帽子 貓的造型的帽子 它很喜欢戴 这个帽子呢叫做Virgini 然后价格是大概525块 近左右 记得我买这款呢是RVCA的 我没有特别说一定要买贵的帽子 我觉得好看的我就会买 然后有些是我不知道的牌子 这一顶呢是叫DON 它偏偏一直这样扣还 戴起来也是非常的随性 很像Lady Gaga 它最新的专辑那种帽子粉红色的 那像这绅士帽这种帽子啊 是其实以前比较老的人在戴 但是后来被Michael Jackson戴红 那时候被他给戴红 然后变得更年轻 第二喜欢的style的帽子呢就是 这种也是多到一个不行 这种呢叫做爆童帽 就是baker boy baker boy hat baker boy啊 红面包的 但是也是叫爆童吗 爆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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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爆的小童 骑驾车秀 丢一个帽子给你弄 它的帽子是这样子 然后像这种它其实有点像军帽 那这种帽子是俊仁老师最喜欢 我觉得我戴起来真的很适合 有没有看到 这个帽子呢 其实它很便宜 它是SOS的 记得才十几 十九还二十块美金 非常便宜 但是我非常喜欢戴它 因为它戴起来很舒服 然后呢这顶帽子呢 是最近非常火红的 叫做 我也真的不太会念 老公 Roslyn 这顶帽子 是 乌克兰的设计师 还是俄罗斯的设计师 出的帽子 然后它最有名的就是上面写一个RB 那我买的是灰色的 我觉得蛮好看 这顶大概一百二十几块 对 很美 有一次我戴这个帽子的时候 在美国的时候 走在路上 突然有个小朋友走过来说 Are you a cop 问我说是不是警察 然后我说no I'm not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太像警察帽 这顶呢也是大家询问度很高的 这顶是ermaze的 然后我记得我好像买六百多块美金吧 然后这尺寸是五十七 这顶呢Brooklyn hat 这个牌子也是蛮红的 那这顶呢它很特别 上面有一个那种海军风纹路 这顶呢是贝蕾帽 像切割瓦拉帽的感觉 我喜欢把它反戴 因为它前面有logo抛出来 那它其实是这样子戴的 这样子的感觉非常有特色 第二出的 这顶很有趣 这顶帽子我要分享给大家 这顶帽子呢就是我去威尼斯的时候 我老公买给我的一顶六块钱欧元的帽子 让我做纪念 海军风的帽子 也是一样就是这种style的 然后上面写威尼斯 这是我第二喜欢style的帽子 第三种就是渔夫帽啰 不知道大家有看过那个汤尾跟梁草岩内 不知道什么 设计的里面它就是带这种帽子 这一顶呢是我老公送我的visfin的帽子 然后是用兔毛做的 我记得五百块钱 它很保暖然后又很遮阳 所以我很喜欢带这一顶出门 然后戴起来也是很舒服 天气热的时候不太适合而已 这一顶呢也是Dior最新2019年出的 这是57的尺寸 他们家的渔服帽 然后里面呢 有他们家的老花纹的logo 然后外面呢是黑白格子 然后它有出红色跟绿色跟这个黑白色 我觉得帽子这种东西呢 大家还是要试戴 每一顶戴起来感觉不太一样 你觉得我戴这顶OK吗 会不会太紧 对啊感觉有点紧 就上面这边有点蹦 这顶好像是800多块吧 Dior的帽子都蛮贵的 这个呢是Underfili的 这是比较炒牌的牌子 这是很久以前买的 这一顶呢是Supreme的 潮流的牌子都很喜欢出渔服帽 然后戴起来这也是黑白格的 跟这个有点像 渔服帽这种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来来去去的流行 但今年真的是超级超级流行渔服帽 类似这种形状的渔服帽最流行 那渔服帽呢是俊宇老师推荐 今年或明年大家可以购买的帽子 感觉我可以去卖帽子了 最后呢我要介绍的是 我很喜欢的草帽啦 其实我的草帽很多 但是便宜的都被我弄坏了 然后我就把它丢了 那这个呢是比较贵的 这个牌子是叫做 Gensa Lennon 草帽这种东西呢 是非常非常适合度假的感觉 像我们在加州常常戴这种帽子 就很适合 这一顶呢也是陪我去过很多海岛国家 像夏威亚 这一顶呢是我在威尼斯买的 有运河的国家 它们都会有这种boater 就是专门划船的 然后就会戴这种帽子 那它们其实旁边还会有 像两个绑在下巴的这种绳子 草帽的材质呢会让你比较 不会这么热 因为它有透气的效果 那这种帽子呢 有一种非常致命的问题 就是 不能碰到水 用草做的 所以它其实碰到水 它就会变形 所以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帽子有一点变形 就是因为我碰到水 那大家要注意到这种小问题 我觉得我最最最最 超级不适合的棒球帽 然后这我已经是 找到算是还ok适合的 那我觉得我超级不适合 戴的棒球帽 大家如果跟我是同一个年代 都知道我们搭在高中的时候 和大学的时候 非常流行new wear的帽子 而且贴纸都不能撕掉 然后上面的就是这种平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戴过 超级不适合 这是我唯一买的一个棒球帽 我觉得帽子这种东西 那千百种 你要去试过才知道 你到底适合哪一种 这种帽子就蛮适合蛮多人戴的 还有像这种帽子也是 所以现在为什么会这么流行 两种帽子都很适合 各种不同年型的人戴 我的帽子呢 今天差不多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但是我还想要跟大家讲一些小技巧 譬如说 像我就会流向这种东西 纸团或者是软的 你可以拿衣服 塞在你的帽子里面 这样它就不会变形了 然后你在收纳的时候 我都是这样往上叠 但有人也会这样子摆 塞一个以后 你就可以往上叠 需要知道你自己头的尺寸的时候 要怎么量 拿出一个皮尺来 sorry 小助理又要下风了 他最怕这个皮尺 大家如果有摸到自己头后面这个地方 把后脑勺最凸的地方 量到自己额头最凸的地方 这样子量才是对的 有没有看到 因为小宝宝出身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量的 从后面最凸的地方 开始量 到你的额头最凸的地方 今天呢我介绍的帽子呢 就到此结束啦 希望给大家有很多的帮助 让大家可以去挑选帽子 如果你要买帽子的话 如果在网络上买 是买那种可以退或是换的帽子 那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 也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按赞我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